我给你们说个秘密 我突然觉得能让男人感觉到幸福的 并不是说你得长得多么的漂亮 你得说多么多的甜言蜜语 或者是你得多么的上着厅堂下着厨房 而是那种不管任何时候 都有我在的那种感觉 昨天晚上我老公抽完烟 对我说走啊 哥请你出去坐坐 结果你们知道吗 我们俩就在车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们两个人也没聊什么神咬的话题 可以说是也没怎么说话 就是他一边刷手机 我一边靠在他旁边蹭他的手机看 看到搞笑的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哈哈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这也太无聊了吧 但是在我看来 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小孩 心里边可能有点不开心 或者是有点郁闷 找兄弟吧 不想让别人看穿自己心里的软弱 找同事吧 好像两个人关系并没有伸到 那个交心的程度上 我就变成了他最后的尝试 如果我也觉得无聊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会自己面对这种 突如其来的 就像女生生理期的那种情绪 负面情绪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就会形成那种 彼此都很舒服的相处方式 你需要的时候 我在 你不需要的时候 我退 没有太多的话 但是就是那种 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 女人需要陪伴 需要安全感 其实男人也同样需要 只不过 他们平时受到那种教育 不允许他们表露出来 而我呢 就希望他在我面前 不用伪装 不用逞强 就做他自己就好 我一直觉得 我老公是我的台神 我就是他的守护 所以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们 能守护着自己爱的 能被自己爱的守护 这样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